欢迎大家来到肺甲顺诗集 今天在我身边有位永杰 Hello 永杰是为我们来讲一下本地球 本地球即是什么 香港超级联赛和其他本地杯赛的赛事 我们除了欧洲球坛、曼联 或者其他欧洲球坛大使之外 我们都想关心一下香港的足球连赛 因为释奉这一届也有八对各种 而根据这个连赛来说 开罗第一场之后 形势也预计得到很激烈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永杰上来 跟大家讲一下港超的点滴 永杰 哥哥所知 你在杰志的球迷 除此之外 你也是对每一队球队 因为看过一些比赛 都有一个很清楚的印象 对 没错 你可不可以先讲一下 今季有哪个百对 可明显看到今天有八对 杰志 东方 利文 有南区 流浪 晋风 还有新星班的港会 还有U23的一支新城堂的球队 对于我的预测来说是这样的 杰志 东方 利文 是会是一个增标组 南区 流浪 还有晋风 一定会是一个中游的位置 也会看得出港会和U23 应该似乎会是一个黑组的地方 是的 那 补充一下 港会和U23 因为去季原本的渔丸和飞马 也是退赛的 竹葬邀请了港会升八 讲一讲 港会本身是业余球员为主的性质 他们在本地的外门 很多都在日间都有他的正职 会在夜晚里联络 所以他们视足球除了为兴趣 有一个热诚去角逐这个比赛 而U23 比起港会 刚才有热诚去比赛 但始终受到他们的充便少 和日间的工作影响到一些表现 所以预期港会和港会 都会在下游的挣扎为主 U23 这一对球队是没有外援的 是主要以23岁或以下的球员所组成 所以U23 这对球队是有活力 以及有一定技术 但却缺了一些经验 对 但就于我们既然 戒指和东方一定是一个传统的争妙球队 因为始终他们两队是比较大水喉 所以就是有足够的资金 去砌一些很强的争妙队伍 而另外我会觉得 李文和南区都可能是一个名义之星 就像过去亚协四强一样 我们看到李文和乌芝皮的球队打到加持 但最后都是一个窩围 而导致绝杀下出局 香港的球队再一次亚协四强出局 于是我觉得李文是一个名义之星 但为什么南区我都觉得是可以继续努力呢 因为我们看到过去他们是为了 希望奪得球会的錦标 导致他们做很多不同的转会 因为南区升上来都没有拿过主要的錦标 一直都被视为一个合法分子 是时候都要跟上一层口 但今季这么多的人的变动之下 仍要需要一个磨合的 好 说回另外下游两支球队 港会和香港与亚三 港会其实就是这样的 足总有放宽了他们的限制 本地球员只需要注狗出三制度 因为其实他们阵中的外联 有些在香港也工作的 有体育教师 也有日间做文职 他们一个星期就是操练三货 所以虽然他们有热成 我们听来的游球会有热成 但是始终操练少 以及为他们日间工作之后 一些后组的影响 所以这个表现 我们也很难预期 他们的体能上 会跟一些中上游分子 可以有足够的事与他们施手 只不过我们希望今季港会 例如说 浪露进入了我们前院的 颜象陶俊桥的情况下 究竟他们的缝线会不会被以前引估呢 暂时第一场我们都未看到一些端艺 因为对着南区很早已经打算了 暂时的参考价值未必很大 我们稍后会介绍 王球队会再详细说这件事 至于U23 这类球队说明 U即是U23岁以下的球员组成 目的是希望给一些年轻球员 在联赛的十战环境下上阵 所以他们是无外援的 无外援 换言之外 无外援的防守和中场争夺 是会比较输舌 但他们大多这一批都有技术和活力 由这个也承认了一段时间的 王威带领主下 其实这类球是值得去惊喜的 因为之前在联赛之前的杯赛 他们上阵也试过拿到分数 其实他们是否真的赔泰资读输 也值得期待 永杰 你对未来的赛事 刚刚揭幕战 东方和杰智 杰智赢1-0 你怎样看这场赛事 我明显看到 自从东方 换了主角的努比道之后 我觉得他们的打法 是变得更加有组织的 我看到就是 他们很多时 都是很急得截回到后防 所以基本上都看到杰智 多次都是埋不到禁区那里 都是很辛苦 才说靠嘉维兰一个窩里 就搞定了1-0 但是之后 看到他东方很努力地反击 都是尝试想入球 但是最后都是很幸运的 就是保罗多次关键的时刻 去破购成功 所以都是获得1-0的赛果 于是这场比赛 我觉得是赢得非常惊险 还有很精彩 如果希望将来 都会有这么精彩的赛果的话 可能今天是值得大家看的 我们来着 除了我们要讲 万里欧洲球台的事 我们其实都会讲一下 本地球队究竟 可能运作方面 或者他们的阵容骨抗 我们会有些节目 会出不细地 去为大家做个分析分享 那我们今集费甲迅先生 这个香港超级连赛篇 就来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记得